大家好,我是Stan 十月一号,歌手Kim Junsu在一个节目 透露了退出同盟星期后的心情变化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以同盟星期出道时就有如梦一般的事件 二十几岁退团后 没有想过会跟现在一样能继续活动 当时是我们选择要离开 但是很担心 以后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发表专辑活动 心想最会的情况 叫别人唱歌的话应该也能混口饭吃吧 我们大概算了一下 加上当边的时期 大约会到三十四五岁的时候 合约才能结束 这样的人生 别人看起来会很华丽 但是真的能说是幸福的人生吗 现在在这里结束这种生活 不会更好吗 回想了退团当时的心情 这个时候主持人问他 那个时期是不是没能够顺利的出演各种节目 Kim Junsu回答 是的 但是很矛盾的是 几乎没能出演任何节目 但是钱却赚了一百多倍 接着主持人又问 有没有那个时候没能说出来 而感到很遗憾的事情呢 Kim Junsu回答 是这样的 很多人会对我说 你说是因为奴隶合约尔离开了所属公司 结果现在又买房子又能赚钱 真的是个万恩负义的家伙 但是这所有东西 都是在退团一年后所达成的 Kim Junsu的这个片段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我是股东帮的粉丝 看到他们几乎没有休息的工作 却没有拿到该得到的钱 所以有支持过退出的三个人 现在人气idol们都赚很多钱 很快就能买房子 但是SCS HOT同帮星期 都说是退团后一年赚的钱 比没有休息活动五年赚的还要多 就能知道合约是有多不公正 所以结果就是为了钱退团的 比起义气粉丝还是把钱看得最重要 说实话为了钱退团不行吗 当时同帮星期的粉丝们 现在应该已经都是上班族了 你想象你每周辛苦工作六七天 晚上还要加班 结果钱都是给别人赚 甚至合约还是13年 但是留在同帮星期也能赚那么多吧 现在演唱会规模跟以前是无法比较的大 留下的两位成员现在也赚了很多 那是合约变了之后 从抢家家事件开始 法律规定的合约数 在节外间事件之后 专属合约才正式开始换成7年了 要好好看一下前后关系 在同帮星期之前 顶级爱豆们也没能赚很多钱 确实是事实 从这个时候开始 爱豆们的不公正合约都消失了 不能签10年 最多就是7年 需要在节目中提到同帮星期吗 不管怎么样是让自己出道的公司 让自己成名的团体啊 本人要说自己的人生 第三者为什么要阻挡呢 爱豆反抗奴隶合约的话 就说是爱财而被骂 换作一般人的话 就引起公愤还一起应援 看合约数的话 你就不会骂退团的成员们了 不管怎么样 JYJ同帮星期 都各自选择了自己的路 在那过程中 两边都非常辛苦了 对于金君素的片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迪尔会长 对BLACKPINK 吉祖说的一句话 BLACKPINK成员 也是迪尔全球形象代言人的吉祖 最近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 迪尔2022SS时装秀 当天 迪尔会长Pietro Peccari 对跟吉祖同行的YG工作人员说了 如果YG解雇吉祖 就给我发短信 我会带走他 让懈怠的YG紧张的一句话 QQ 迪尔好像真的很珍惜吉祖 虽然精品品牌 对形象大使都很好 但是没有像这次在巴黎 对待吉祖这样的吧 待遇实在太好了 还准备了16位保镖 迪尔送吉祖一天N个礼物 简直就是天使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